選前黃金72小時 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 再度派出最佳菜市場分身柯媽媽 指導被視為藍軍票倉的文山區 到景美市場去敗票 那麼對於陳佩琪說 如果柯文哲當選 可能辭掉醫院的工作 那麼柯媽媽說媳婦的確是很辛苦 請出左右護法服藥保護 柯媽媽帶著婦女兵團一起掃街 選擇被外界視為藍軍選票集中地的 大恩文山區 柯媽媽要用他的軟實力 替兒子爭取版圖 國民黨也是我們的朋友 這樣啦 國民黨也是我們的朋友 什麼一區一區 我不知道 不批評 開口都講好話 柯媽媽路過當地古蹟幾億廟 不忘三拜一起懸命加持 求柯文哲 可以平安的動算 平安最重要 平安動算 成功的動算 我五點多才回家 我看他坐在那裡在休息 太累了 我才去到早上去你擲肚子 其實我也是吃不甘東西 就是我的腳比較沒辦法 讓我跪著 跪著七頭腳 我比較沒辦法 所以我跪不下去 我吃太想要幫助 心疼兒子媳婦 柯媽媽也拚 選舉最後一底路 對手聯盛文的妻子蔡一山 則是到北投直導綠營跳艙 一定要跟你說大手 建立的建立是巫蘇增第二 一定要走才站出來 在馬生路大姐螞蟻男的飛板下 到北投自強市場打翔戰 在一江海在聯盛文槍 竟然四周年拍廣告 維持推票 這是我第一次說也是最後一次說 這個廣告的拍攝對我來說是 一個心理療癒的過程 幫助我從創傷中走出來 那我也希望聖文是 我也希望聖文是台灣最後一位 因為孫學而受傷的人 聯科攻防關鍵72小時 分身一樣馬步停蹄 記者張愷 李冠世 NCG小組 台北上班